既然送的送来了 还不打开看看 我不 再让它憋一会儿 吐死了都 夏地大大 你还是快点打开吧 万一里面不是蛊蛊呢 就是啊 这么多人看着呢 快打开吧 好吧 惊喜 宝贝女儿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宝贝女儿 你快点让我出来 我这都蹲半天 腰都蹲疼了 妈 你小心点 高不高兴 怎么回事 闹哪样啊你 你开庆宫宴 你不邀请我来 我还得自己来啊 那你这出场 也不用那么 惊喜是吧 我这不算什么惊喜 真正的惊喜 在那儿啊 MING PAO CANADA 我不起来 我没开玩笑 你不是说你的书都卖光了 你就会嫁给我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就算我说过了 那我也是随口一说 你怎么还当真了 可我不是啊 我是认真的 小弟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不是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很开心吗 开心是开心 但我没有想要嫁给你啊 行 你不想嫁给我也行 那你娶我吧 我愿意 顾博 顾博 下地 人家顾博对你多上心哪 为了弄这个求婚仪式 把整个酒吧都包下来了 还特意把我从大老远接过来 说让我给你们做个见证 是吧 这种好男人碰见不容易 碰见了就别把他弄丢了 妈 你怎么回事啊 顾博怎么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之前不是还嫌他年纪小又没钱吗 那不是妈不成熟吗 现在妈觉得你们两个特合适 妈双手赞成 你们也赞成是不是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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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 你 你说什么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你给我说说 我们家顾博哪儿不好 怎么就成你们家的了 他没有什么不好 但我现在不想结婚 你现在不想结婚 你什么时候想结婚哪 至少要等我成为 顶流畅销漫画家吧 那完了 嫁不出去了 妈 我是你妻女儿吧 我新书卖多好 你不知道呀 我可不知道 我只知道卖不掉的书 全是人家顾博 花自己实习工资买的 阿姨这不能说 是吧 不可能 你是不是傻呀 别说 没事 阿姨知道有分寸的 你迟早得告诉她呀 方圆设计 还有他们家的股份哪 不是 我说夏帝 妈知道 你不喜欢有钱人 是不是 我真的是好好考察过 妈发现这个孩子呀 就跟傻子一样 她心里只装着你 一心一意地对你好 所以妈才同意 把你托付给她的 真的 不可能 她骗你的 她之前也装有钱人骗过我 怎么可能 那你问徐一人 她男朋友不是方圆的吗 夏帝 真的吗 其实 我问你是不是真的 我可以解释 你说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不是要骗你 我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全世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吧 夏帝对不起 夏帝 滚开 夏帝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没有质疑 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 你要说是迫不得已的是吗 你要说是为我好是吗 许一人 要听谎言还是真相 应该由我自己选 不是你来替我选 夏帝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不是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也没问过 我家里到底有没有钱啊 不对 你记得 你记得上一次 我都跟你坦白过了 我跟你说过 你自己不相信 那 不是 不是 夏帝 你有什么气你就吵我撒 你先把门开开行吗 夏帝 你把门打开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夏帝 从现在开始 我们分手 不是 别 夏帝 我不答应 我死都不答应 夏帝 不是 你怎么罚我都行 但我绝对不分手 我死都不分手 夏帝 那你就去死 夏帝 我不 我要去死的话 就没有像我这么喜欢你的人了 你会难过的 夏帝 你开门啊 夏帝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夏帝 夏帝 你开门啊 我不会跟你分手的啊 夏帝 夏帝 你开门啊 开门 我无法忍受一切你所谓善意的谎言 从现在开始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 夏帝 你别这么严肃行不行 你真的好好听我解释 我 夏帝 你听我好好解释 我 夏帝 我们能谈谈吗 不能 夏帝 你说得对 真相还是谎言 应该由你们自己来选 我骗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最爱的人 我是自作自受 你和汪哲友怎么了 - 我们 算了 别说了 我不想知道 对不起 夏帝 那我先走了 等你心情好一点 我们再聊 不用聊了 我要去酒店闭关两个月 如果顾博再赶来 你就帮我把他打出去吧 夏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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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你不用这样 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夏帝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不想见到你 你